你们为礼服的事找人暗算我们 浩姨 你没事吧 这么说 唐炫的衣服真的是你们毁掉的 怎么办 浩姨是个手无腹机之力的书呆子呀 抱歉紫桐 之前在你家不想给你惹麻烦 所以没有动手 不要看小小姐 这就会变成热 没想到居然是浩姨你朋友抱的紧啊 上次浩姨在我家的时候被吓成那样 我真的没想到她的功夫这么好 浩姨撂倒这些小混混轻轻松松 她的父亲可是我们局长 你抓坏人了出啊爸爸 我的乖儿子哟 爸爸爸爸我要戴帽子我要当警察 好好好当警察咱们回家当警察 妈妈在家吃肉吃饭呢 妈妈的饭香喷喷 浩姨今天真是太勇敢了 想不到你原来会功夫 那为什么之前 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 等等浩姨我们再待一会吧 我还有好多事情想问你呢 别问了我没什么可说的 去吧去吧去吧 去吧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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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五分钟之后 浩姨你别生气了好吗 我不会再问了 我还不想回家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 给你买的 跑了一天累了吧 谢谢你浩姨 我们去那边坐着喝吧 那个浩姨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 如果你愿意的话 可以 小时后 我的梦想是当个警察 浩姨啊 老爸今天晚点回来 你要乖乖的 早点睡觉啊 这次你考的不错 爸爸妈妈会很高兴的 爸爸妈妈 看呀 我考试得了第一名 爸爸妈妈 好意 爸爸妈妈现在很忙 乖回自己房间去 妈妈我要这个 妈妈我要这个 只要你考了一百分 妈就给你买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江浩姨 今天你九岁了 要继续做个乖孩子 我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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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姨 原来浩姨心里藏着这么多事 彻底改变我想法的 是十一岁的一件事 老大 是不是谁家 老子蹲点好几天了 市场没错 你别吵个没完 别让他们家那小崽子听见了 我儿子被江天明抓进去 前程全毁了 现在我也要让他长长 失去儿子的滋味 警察叔叔 报 报警 我要报警 我有坏人 浩姨 宝贝进去了吗 快来救我 队神现在不在局里 我马上理解他 我们很快就到啊 我之前都清楚地记得 那时候 每一秒钟都那么漫长 爸爸一定会来救我的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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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姨 爸爸 浩姨 没事了 但是你爸爸临时接到紧急任务 不能来了 你爸爸拜托叔叔我来救你 不怕 坏人们已经被叔叔们抓住了 那天 那天 有点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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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来 吃个丸子 团团圆圆 妈妈做的丸子 我最喜欢了 这可是我费了好大劲做出来的大餐 你不准说不好吃啊 好吃 我已经很久没吃到这么好吃的菜了 谢谢老师 原来浩姨你的功夫是不副交的 我在健身房外等了他一天 可最终他还是因为工作忙没有来 如果世上的所有事情都能简单一点 是不是快乐也能稍微多一点了呢 所以才那么努力帮我的猫 嗯 我不想你和我一样 浩姨一直在帮别人实现梦想 那浩姨的梦想又有谁来实现呢 嗯 无所谓了 我已经不在乎了 我在乎 为什么一直都是浩姨照顾我 不不只是我 唐轩也好 灵渊也好 我们都是在浩姨的帮助下 才度过最痛苦的时候 明云你也有痛苦 需要别人帮你分担 那是真的 可你为什么就不说呢 你不说 我们怎么去帮你 我怎么去帮你 帮不到你 我也很痛苦啊 你也很痛苦啊 子彤 别哭了 我只是 不希望大家在没有意义的世界上 浪费时间 浩姨本来就对她有好感 等下 这集结束 开还有 幸福 我们见到 也想了 那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